南投县水扎连社区大学日选举办成果展的活动 展出这一年来学员们学习的成果 先议员陈怡君表示 随着高龄化的社会 人们要活得更好 终身学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并且透过终身学习 可以手动脑动口动以及人际互动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终身学习 怎么样活得老又可以活得好 终身学习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元素 这样对民众来讲 就是好像每天都要去上课一样 那透过终身学习 可以让我们脑动口动手动 还有人际互动 所以欢迎大家继续来终身学习 先议员院创表示 社区大学提供各式各样的学习课程 让大家在悬下之余 可以做自己有兴趣的学习 也感谢县府教育处 能够办理社区大学 让地方动能能够更丰沛 在你平常工作之余 或闲暇之余 那针对你有兴趣的学业 科业或是技能方面 去做自己有兴趣的一个学习 那现在今天要感谢 这样的一个活动 在这样的举办 然后提供地方 在地的一个动能 非常丰沛 天议员黄世芳表示 活到老 学到老 终身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也感谢县府教育处 对于终身学习的支持 让县民有接受终身学习的机会 那我想活到老 学到老 终身学习是很重要的 那也很感谢我们南投县政府 对我们社区大学的支持 让我们的民众 可以来享受到 非常便宜的一个 社区大学的课程 那未来也希望 我们各位 我们正名或县民 能多来参加 我们社区大学的课程 县议员林芳瑜表示 社区大学课程非常多元 也希望民众能够多多利用 社区大学 学习您有兴趣的课程 我们以往的 这个农业社会 很多东西都没有学到 现在的环境 可以容许我们去 做我们喜欢的工作 学我们喜欢学的东西 所以欢迎社会大众 能够多多的来利用 这个社区大学 副议长潘玉泉肯定 县府教育处 办理社区大学的用心 也希望未来教育处 能够规划更多元的课程 来提供民众学习 落实众生学习的推广 记者程伟一普理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